在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 每天慕名来到这家名叫领南小馆的 粤菜餐厅的当地人络绎不绝 即使排上两三个小时长队 也挡不住时刻们 希望一场这里的招牌菜 椒盐蟹的热情 这道特色椒盐蟹 已经连续六年 被有着世界美食宝典美称的 米其林指南推荐 奥巴马夫人和他们的女儿 比尔盖茨和他的合伙人 都曾专程驱车来这里一场美味 不同于国内传统的椒盐蟹 领南小馆的这道招牌菜 选用的螃蟹来自于美国本地 个头大 铲肉多的珍宝蟹 是美国西海岸最久富盛名的 十令海鲜 当地吃这种螃蟹 最常见的做法便是清蒸 然而 一道独具匠心的中式椒盐做法 让当地人的味蕾 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 这层香酥脆嫩的脆姜皮 便是制作这道椒盐蟹成功的关键 上好的中筋面粉 生粉 泡打粉 蛋清 水 盐 油 按照一定的比例均匀搅拌 拌出一道稠度刚好的脆酱糊 将洗好切块的珍宝蟹 均匀地沾上脆姜 当油锅热至六成 便将蟹块放入油中轻微翻动 脆酱糊均匀受热 发生淀粉焦化反应 酥脆的硬壳 完美地保留了螃蟹肉汁的鲜美 大约五分钟后 当螃蟹微微漂浮出油面 开大火将蟹块迅速捞起 以防止热油渗入外壳的脆皮里 关火后 趁着锅里的余热 将蟹块 椒盐 葱花 咸辣椒 和炸过的蒜瓣一起轻微翻炒 再撒上五香淮盐 一道鲜香酥脆 肉质饱满的椒盐蟹便完成了 这样一道椒盐蟹 平均每天这里都要卖掉200多份 我们餐厅最大的特色就是中西隔壁 既要保持中餐的传统的旁人技巧 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不断地去参考其他餐馆的特色 迎合本地客人的口味 这道菜不仅让当地人流连忘返 更是征服了美国餐饮业 专业人士最挑剔的味蕾 美国著名的米娜餐饮集团的董事长 兼刑政总厨迈克尔米娜 从1991年起 便成为了这家餐厅最忠实的客人 二十多年来 他不仅经常光顾这里 甚至还派自己米其林餐厅的厨师 来自学习中式烹饪 中国食物是充满的味道 然后那些地方得到正确 那些地方得到正确 那些地方得到正确 所以我意思的是 没有太多或太少 每次我吃一碗 它是非常平均的 从一百五十多年前 美国的第一家中餐馆 在旧金山落地生根 到现在美国境内 大大小小的中餐馆 已经超过了五万家 美国中餐餐饮的年销售额 也已经突破了两百亿美元 中式的菜肴不仅仅丰富了当地食客 对更多元美食的渴望 也拉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 中国餐馆像R&G和其他 是一个大大参加 很多人来到苒乡 为了尽管来吃 和吃在中国餐馆 他们知道 大量很强 现在我们有25%的大量 我相信中国餐馆 会继续增加 会继续更新 非常竞争 就是 岭南小馆的另一道特色菜 是脆皮糯米鸡 一到过节 这道传统的功夫粤菜 便是当地广东人 餐桌上最青睐的菜式 传统的糯米鸡制作 好食好工 很多餐厅已经不再供应 或者将制作简化 但是在这家餐厅里 每一道工序都被原汁原味 一丝不苟地诠释 没有下过蛋的小母鸡 去骨 去肉 只留下一层完整的鸡皮 上好圆润的糯米 上锅蒸熟 再与腊肠 腊肉 窑柱 扇背 一起炒熟 软刃入味的糯米炒饭 均匀地填满整只鸡皮 再铺上生粉和蛋清 入沸腾的油锅 炸20分钟 切开鸡皮 阵阵糯米的醇香 扑鼻而来 薄厚相宜的鸡皮下 是软熟黏刃的糯米 散发着腊肉的清甜 和海鲜的鲜香 对于海外的广东人来说 这道糯米鸡 带来的是家乡的味道 在美国三十几年了 每年新年一定是会点一个糯米鸡 吃到它的时候 就会特别感觉到家乡的味道 在美国好多年了 大概四十几年了 就是说每年新年 春节的时候 都喜欢那个糯米鸡 为什么呢 这个糯米鸡除了是念念的感觉 就是说每个团人 团在一起 念在一起 这个生活是比较幸福一点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餐馆 开遍美国各地 中餐在当地的影响力 也与日提升 一道道中式菜肴的背后 是海外华人 对中国饮食的依恋 他们不仅仅希望 更多的外国人 了解中华饮食的博大精深 更是用味蕾 珍藏自己文化根源的记忆 央视记者 美国旧金山报道 美国旧金山报道